一如市場預期美國聯邦儲備局再度加息 最新聯邦基金利率升至5.25-5.5 美息創近22年新高 同時間本地銀行亦再度跟隨美國加息 以匯豐銀行利率為例 目前最優惠利率已升至5.875 加息後匯豐銀行新造案揭的封頂息率 將上條至3.625 同樣創自2008年1月以來的超過15年新高 無論美息、港式均升至近年來的高位 對股市、樓市均帶來一定的壓力 近月樓市自然持續整固 當然大家亦會關心目前的美息是否經意見頂 按照目前市場預測美息是否見頂仍存在著未知之數 聯邦局亦不排除會於9月再息加息 不過當前利率已達到週期高峰 緊縮週期已經結束 市場亦普遍預期息口最快於明年見頂回落 至於港式的情況 因應每年7月是不少企業派發股息的季節 本地資金明顯出現緊張 最新本地銀行同業策息更以高線升至5厘以上的水平 反映無論短、中、長期的息口均處於高水平 資金持續緊張 相信現時的、高息或會維持一段時間 息摩持續橫行下 對於一眾 公留一族自然構成直接影響 每月公留款項再度增加 樓市自然受壓 與此同時 最新政府銀息債券的保證息率 亦升至5厘以上 在高息環境下 息息一族 亦未必會選擇買樓收租作投資 現時樓市投資客確實已少之又少 不過即使投資客減少 市場仍有一定的剛性需求 加上疫情過後無論結婚數字 出生數字均有所提高 而最新失業率亦持續回落 市場始終有一定的住屋需求 無可否認 近月樓市持續出現整固 樓價出現回落 個別新盤亦以低價作招來 而在新盤低價給客的攻勢下 新盤市場維持熱鬧 部分買家亦趁機入市 特別是部分剛剛入伙的現樓 新盤貨美吸引不少用家入市 二手市場亦同時有部分損盤湧現 部分叫價更低於銀行股價出售 現階段可說是用家 趁低入市的好時機 暫街 先觀看 再次請問